我们的节日也好,星期几也好,保持身体健康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 当然,我们今天要学的就是一些小孩子也可以做,大人也可以做的瑜伽。 在我身边就是非常漂亮的Dr.Jane。 Good morning,老师。 好,那老师,今天我们要做这些很简单的瑜伽是吗? 对你来说一定很简单的。 对于一些不做瑜伽的人来说,可能会有一点难度的吗? 不会啦,因为今天是特别设计给小孩子的, 所以应该是会比较容易。 但是小孩子是适合练瑜伽的吗? 一定适合,我们最年轻的学生是两岁而已。 两岁哦,快点上厕所的还不会的。 会的,会的,会的。 但是小孩子是可以做瑜伽的,但是要把他们定下来是很难的。 所以今天在假期的小朋友们如果很早起床,再吃着奶或吃早餐看电视的话, 待会跟姐姐一起做瑜伽。 OK,那Dr.Jane,我们要怎么样开始? 第一个,我们就要做Dekasana。 Dekasana是那个aeroplane pose,很容易的。 我们就把两个脚放在一起。 OK。 呼吸。 哦,瑜伽就是很着重那个呼吸。 呼吸一个吐气,对。 所以我们慢慢呼吸。 OK。 吐气放,把你的右脚放去全面,开你的手。 放折。 放折。 Balance。 Balance几秒,可以吗? OK。 Balance几秒。 对。 这个可以帮助到,就加强你的脚的肌肉。 还有可以train那个小孩子,就定下来,balancing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那小孩子一定会这样的。 See, I can do it. OK,那是最主要还是配合你的呼吸的。 如果那个小孩子就觉得很温呢,你就可以好像加多一点度。 OK。 OK。 然后,呼吸放下来。 把那个脚放回去后面。 我们现在可以做到左边吗? 好,一样样的。 吐气。 那这基本上就是你平时教的很基本的那些步骤。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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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要,那它可以在链上来。 这就是它。 这就是它。 如果你想要。 你能当然后再加强你的绵胎。 我们都很喜欢。 那个的你。 那是放HANCRA et就是我们去这里。 好。 就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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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想像不到两岁的小孩子做 有一点难控制 但是还是可以的 因为小孩子可能他四肢 他手脚比较不容易 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 OK 呼吸 把右脚放回去 好了 第一个姿势就完了 那个就是叫做航空姿势 所以我们现在进第二个姿势 我们把右脚放去前面 左手脚上90度 要确实是要一个线 所以这里要行直线的 然后这是90度 OK 我们现在就要呼吸 把两个手放上来 然后后后凸击慢慢下来 你的手指要纸上 对 就等多一下子 老师这也是有注意拉进来的 这个呢 因为你放你的头下面 你就给那个血 你把脑部组组组组 就可以增加他们的记忆 哦 对 家长们小朋友要开学 开学就要上课 上课就要考试 这个动作呢 就可以加强血液循环 然后把那个脑的那个 激发一下他们的活动力 对啊 记性就比较好 像我这种老了 不太好记性的也可以做 也是可以 对 但是你不算老了 OK 来 呼吸 放上来 OK 来我们 Zit 换另外一边 OK 一样的东西 脱吸 吐起 看上去 看你的手指 通常维持多久 一个这样的姿势 你可以 stop at this position for maybe luka breath OK 好 然后呼吸 哇 那时候瑜伽配合那种音乐 就很想睡觉 好 那个刚才的动作有什么 叫什么名字 这个叫做 Trikonasana 那个时候叫Triangle Triangle姿 OK 就把你的血 然后充分地在你的身体的每个部分 慢慢地醒着 然后保持你的头脑清醒 好 所以给那些hyperactive的小孩子呢 是 绑他们起来 不可以绑 绑他们就很过动 很 就你怎么叫他们不停下来的小朋友 OK 来 我们坐下来一下 是 我们就做下一个 就叫做Ananda Balasan 如果他们有可能在学校就很stress 就压力很大 他们读书到很 就感觉到压力很大 你就可以做Ananda Balasan 就是叫做Happy Child Pose 可以给他们把那个压力减少 OK 因为小孩子可能有时候在面对学校 或者学校的一些压力的时候也未必能够用语言 怎样表达 所以呢 可以叫他们做一些很简单的瑜伽动作 Happy Child Yes, Happy Child 因为你会看到它很快 OK 把你的两个手放在脚板上 是 就我讲呼吸 把你的两个脚拉上来 老师不要太难了 这个是很容易的 很容易的 这样子 这样子 很容易吗 对不对 但是会不会是高难度的 你会把它 就是再伸直一些些 这样子 不会 就直接这样子 对,这个是Ananda Balasan 你可以这样子摇 你脚 脚的一个小孩子 这样子摇 OK 一下子过后 就突起 把它放下来 好 OK OK 然后过后 我们去下一个的姿势了 是 OK 也是接下来的 so this one is called Bada Konasana 是Butterfly Pose OK 因为我们脚鱼脚的话 给小孩子就要弄到 比较interesting 是 所以你就要做很多动作 如果你要静静下来的话 他们是不会 是 是 好 你把两个脚放在一起 是 抓着你的脚 OK Pussy 突起 下来 把你的脚放在地上 我的脚放不到地上了 不可以到地上 不要紧了 你就做得最准 嗯哼 这个呢 我还听到 嘎 我的声音 这个也是可以 develop他们的memory 哦 也是可以把 它的hyperactivity 增上 好 好 现在 呼吸 然后 吐气 好 最后一个呢 是 最后一个就是心哈山 那个就有点恐怖 恐怖啊 用恐怖来心了 真的是有点恐怖的 是 好 不要笑我 哈哈哈 我尽量跟着做 很难度很高吗 不会 很容易的 就不要笑就可以了 我尽量不笑 那两个脚就放这样子 你的手 就放在你的 你的 鞋盖那边 是 我会这样子 呼吸 然后过后 我会 吐气的时候 我会把我的石头 放出来 对 放出来 这个要放紧它 好 好 好 就像猫 就好像食指这样 好 吐气 这样子有用吗 真的有用 每次叫 小孩子都会笑 对吗 我没有笑 我经常做 但是我是想象 要怎么用最美的方式 把它做好 所以你 你抓紧 OK 吐气 然后 对 对 你真的是要 你真的是要吐气 吐得很大力 OK 因为这个可以帮你 清理掉你的脚 所以那些小孩子 现在因为放假 对不对 他们一定吃很多 那些饭食 那些东西 所以他们 我们的老婆 我们的 我们的空气也不是很好 最近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会有 磕疏 上风 这个是对他们很好的 如果每一天做 对 我们外面有个小孩子 在里面 他待会要上到我们节目 看着做 要这样 OK 可以帮助你的肺火量好一些些 当然很多可能跟我一样的人觉得 瑜伽是成人做的东西 其实不是 像董德珍说的 小孩子也很适合做一些基本的瑜伽 可以 除了你的脑的那个活动力比较好之外 过动的会比较静下来 对不对 所以刚才老师学的那几 教了那几招 小朋友学起来 OK 等候没事做的话呢 就不要幻化荼荼 或者是闹事 或者是乱吃东西 就做一些简单的瑜伽 然后可能你就快到长大了 谢谢 Dr. Jen 谢谢 好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来呢 跟你说你人生当中 可以给自己一些什么好的礼物呢 可以吗 可以 很好 因为火量就特别好 星期五的那个心情就再开心一些 因为星期五是这个小周末嘛 是 星期六星期天就不用上班 是 因为我发现到其实你的骨头也蛮柔软的 好吗 但是我跟她头着不了地了 我是直接往下压的 我是有一点难度 那你觉得做了怎么样 我一直觉得 我最近对瑜伽越来越有兴趣 可是人老了那活动力比较低 对 因为刚刚今天早上有告诉我们死了 我们现在开始了 就是不一定买名牌包包 对 就是会看书啦 会去旅游啦 听音乐啊 这个是老人家做的 我最近在做什么你知道吗 我在打字 就是 我找了一家很旧式的那个 就是那种 我就每一天在写一篇文章 好有才哦 我为什么要用那个 就感觉啊 你知道房间里面 我放着旧的音乐 然后放着叹叹叹叹的声音 整个氛围很不一样 其实 其实我觉得很好 就是有时假日 你就是不一定要去shopping 还是什么的 是 可能有自己的空间 四处 就真的老了 哈哈哈 对 那不必这么说